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这里面会有两个区域 这个两个区域只有中间这一列会显示一个出现 那么这样是如何去制作的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这个效果咱去写一下 Ctrl加n 我们新建一个HTML的页面 比如RMDE X 那我看一下 如果我们用我们的DMV里面有一个什么 UL 那么UL里面会有一个什么 Li 那么这个Li的话 Li里面 那你看一下 它每一排是不是显示了两个 这些什么呀 阿迪达斯 耐克 李宁 这些是不是都是类似于Logo的一个链接 那么Logo的链接肯定是我们的 APL圈 那么一排显示两个 是不是可以给一个Li里面放上两个 APL圈 对吧 那咱们这块呢 我就不接错了 咱们有什么呀 中文去代替 你比如说 耐克 耐克 然后下边呢 咱们再来一个A标签 那是什么呢 Li 这些 这一块 看一下 Kindle Shift加2 我们多处置几个 然后Kindle S保存 那么现在的话 我们看一下是什么样的一个效果 一行显示的是两个A标签 那我们先对它去做一系列的设置 我们首先呢 看一下我们这个一个宽度是多少 我们可以直接文件什么呀 画布大小 或是图像大小 那宽度是190 对不对 那190啊 看一下啊 我给DMV SPME Skyl 他们呢 首先给他们的什么呀 默认值都给它 清空 Mogin 0 然后是我们的PADD NG 判定 怎么样 也是0 然后接下来DMV的宽度 说明的什么呀 190 TMS 咱们为了看到这个区域 咱们给了一个BAC 不让的 F00 那么为了避免里面都有浮动 咱们一个高度碳线的话 咱们给了一个什么呀 高度 比如说咱写一个 嗯 记得啊 500吧 TMS 咱们看一下啊 这时候它在哪 在这个区域 对不对 那现在啊 咱们为了看到他们 咱们给它怎么样 I'm not Mogin 上下的都让它是50 上下是50 然后左右呢 AUTO 让它处于 最终的状态 这是啊 这块 咱们接着我再看啊 那么这里边 I前辈的小元点的 这把符号呢 是不是不需要啊 那么不需要 我们可以给它怎么样 去掉 这块 DNV下的 UIL 写的 UI 然后List 什么呀 Stale 等于 N1 去掉 列表符号 然后先在 M5里面 刷新 这块 那么接下来 往下看 我们这个 每个都下边 是有一条线的 对不对 那么这个下边线 我们是不是 每两个 都属于一个 I 我们是不是 可以直接 让他们是 I的 下边线就行了 对不对 那么首先 刚刚有一个自己的一个高度 咱给这个 IoI是不是可以写一个高度啊 从这到这 F什么呀 8 那么大概是40 然后有个下边线是 我们叫曲线 APJT高度呢 是我们的 40px4 然后BORD 什么呀 -BOTTOM 等于 1px4 然后我们的曲线是 DASHED 下式的 然后呢 是我们的 你比如说 咱们用这个 刷新词 F5 这样吧 000 黑色的 咱们看到 清洗 F5什么呀 三星 咱们看一下 这块的话 这个线怎么没有出来呢 咱们这个 给IoI写了一个 BORD 然后B 什么呀 BOTDOM DAS H 什么呀 BD 那也没有错呀 那么看一下啊 这块出现什么问题了 F12 输入咱这个什么呀 代码调食工具 那么找到我们这个什么呀 IoI 咱找到咱这个 IoI 你看一下 BORD 干什么呀 BOTD OM 那么这块有一个什么呀 一个感叹 一个三角号说明咱们这个 肯定是写错了 对不对 那么看一下啊 那块写错了 其实刚刚我已经说出来了 应该是DAS 什么呀 H E D 大使的 其实这块需要大家注意一下啊 那么以后呢 如何去排错 这块也要注意一下 其实这个 那么接着往下看啊 它们里面 你里面只显示两个A标签 那么A标签是不是 我可以给它们直接平分就行了呀 那我看一下啊 190平分成两个 那么每个A的话 应该大概是我们的多少啊 190除以2应该是 怎么样 29180 然后10 15110 应该是95 对不对 那我看一下 DIV下的 UL下的 RI里面呢 A标签对吧 那么A标签 要想写宽度 是不是给它变成夸张 C++等于 BLCK 对吧 那么给它写个宽度 是什么呀 95TX 那么现在看一下啊 这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效果 你看 这时候是不是剩下的一个结构啊 那么咱们应该让它两个一排上去显示 对不对 那么如何在一排上去显示呢 这块 在一排上去显示 是让它们的浮动呢 那么如何写啊 说我们的 FLVT等于怎么样 那么看一下啊 如果让它们写个浮动 那么这时候是不是在一排上去显示了 那么接着往下看啊 咱们A标签 咱们设置一下嘛 我们改变一下文字的颜色 你比如说FF 白色的 TEST-DECUITLN等于什么呀 N1E 咱们去掉一下 下滑线 那么接下来咱们去顺利一下 它们去右边 是不是都有一个边框啊 然后这块啊 DORD啊 干什么呀 RETEPSSOYD 那么假如是白色的啊 F F TEST-S保存 那么现在看一下实现的一个白色 那看 当我先画上这个边框的时候 是不是它的宽度超过了190啊 那么只要超过 咱们这个 是不是就不能在一排上去显示了 因为宽多不够了 那么这块啊 咱们如何去解决啊 这个宽度的问题 那么看啊 是不是找到它们的负元素 找到我们的RY啊 那么我们的RY 它的宽度 是不是它的这个UIL的一个宽呢 UIL继承的是谁的宽呢 是啊 DIV的190 如果我在这个190的基础上 加上几像素就可以实现一排显示两个了 是不是两像素啊 因为我们的边框是几像素 那么现在想一想啊 DIV下的URL下的RY 如果我给它的宽度不是我们的190 而是我们的192PS 那么看一下 这时候它是多少 F5刷新 这时候是不是就过去了 那么过去了之后啊 看一下 那这个白色的冰空最后面呢 是不是看不到啊 咱为了看到 咱还给它怎么样 000黑色 F5刷新 其实这块 对不对 那么看一下啊 这个应该是你看到这个效果图 是不是应该水平池之中的呀 那咱给它也设置一下 A标策的一个高度应该是跟RY是一般高的 40啊 然后LINE什么呀 PET 40TX 然后TST ALY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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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于 CENTR CENTR 前站S保存 然后现在 F5刷新 看一下 那么这时候是不是出来了 出来之后 咱们像实际效果图 是不是只有中极要出现 然后最后就是没有的呀 那么这个如何去实现呢 咱们当时是不是学过 OFLAW HEIDEN呢 OFLAW HEIDEN是一出之后 我给它裁切 对不对 那么一出之后是 这个裁切 是不是给它的负元素啊 那它在什么情况下 一出了呢 是不是在我们这LI里边一出了 那么LI的负元素是谁啊 是啊 UIL对不对啊 那么看一下啊 DNA下的UIL下的LI UIL 刚给它什么呀 OA FLW 等于 HR TD DN HIDEN CENTR S保存 然后现在 F5什么呀 刷新 那么看一下 这时候是不是没有了呀 看一下啊 这时候 还有吗 那个 不知道现在是不是没有了 没有了之后 那么咱这个效果是不是实现了 那我们只需要给它改成我们效果图上 需要的就行了 给这个实现变成什么呀 实现 DNA S H E 大实的 TENTR S保存 解释 这块 F5刷新 看一下 那么我们现在的话 只需要把我们这个变成我们的什么呀 图片 是不是就OK了 变成它对应的图片 然后结束的原则 能接一像素 不加两像素 对不对 就是啊 这块需要大家注意着 这个呢 利用的是我们的 溢出可以去裁切的一个效果 对啊 这样子元素的一个溢出的一个裁切 那负元素没有溢出就OK了 对不对 它这个宽度就不会影响其他的 那么这是啊 这块啊 我们利用的是 Overflow HIDEN 可以实现 溢出裁切的一个功能 那么好了 这也是咱们今天利用CSS什么呀 溢出裁切 实现只有的那 中间显示变况的一个效果 那么由来时间关系 咱们今天的分享就要先告一段了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